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那么到底我们在初学的时候应该先掌握哪些命令 先学会哪些选项 那么是这一讲我们要给大家介绍的内容 首先我们先来看一下我们这一讲 大概分成了这样八个部分 那么这八个部分应该说内容还挺多 是我们在这套教程里面 比较内容繁杂的这样一讲 我们先看一下这一讲里面 我们再分成了四个小节 对 在这四个小节里面 首先这一小节我们给大家介绍一下 关于命令它的一个基本的格式 对 以及讲一个可能是你这辈子用Linux 会用到的最多的命令 LS 那么剩下三讲会分别给大家介绍一下 如果我们对目录进行操作 有哪些常见的操作命令 对文件进行操作 又有哪些常见的操作命令 以及有一个很有趣的一个 命令 对 链接 链接 这个链接可能在Windows里面 大家没听说过这概念 对 所以我们单独拿出来一讲 给大家介绍一下 我们很多学员在初学Linux命令的时候 包括我们当时可能初学 当时可能不是Linux 是DOS命令的时候 都习惯于买一本最后的去市面上挑 哪本书后 我就买哪个 买一本什么命令大全 那买命令大全干嘛呀 回去从头到尾挨着背 然后挨着命令去敲 花了很长的时间 我曾经记得 我第一次被DOS命令的时候 最少可能用了一个多月 将近两个月的时间 而且效率还算高的 但是敲完之后呢 会发现脑袋一片空白 完全不知道我学过什么东西 这些东西是干嘛的 也不清楚 所以呢 我们可能并不推荐大家去 买这样的命令大全 不过你如果已经有了 你可以把它当成一个新华字典 也就是说 我用到的时候去查一查 那没有用到的时候 我要想学命令呢 那个东西效率实际上太差了 那怎么办 看我们视频就足够了 来我们学这些命令 常用的命令 其实在日常生活 或者日常的工作当中 已经足够实用了 大家之所以能够 这个去看这套视频教程 对 也是因为呢 希望能够借鉴到一些 我和沈超老师的一些经验 那么我们也是会给大家讲解到 大家最常用到的命令和选项 对 因为命令太多了 像沈超老师讲的 可能有的Linux里面 我们一般的有三四千个命令 对对对 平均下来 假设网少了算 每个命令十个选项 对 这要是都敲了一遍 那可能对你来讲 这时间耗费太大了 没有什么太大的意义 对也没有意义 所以这是我们希望给大家的一个很重要的建议 那么接下来我们来看一下 Linux命令的时候 在敲命令的时候 对 常见的一个基本格式 对 我们先来看一下呢 这里面有三个基本的部分 对 第一个自然就是命令本身了 我们学习的这个命令是什么命令 它是做什么用的 那么命令的本身 第二个呢 是选项 在大多数的命令选项里面 前面会有一个小横杠 那这个小横杠就像到一个标记一样 意思是这是一个选项 那选项是用来干什么的呢 简单来说呢 就是我们在使用这个命令的时候 如果你想做不同的操作 或者你想命令结果呈现不同的形式 或者是一个信息内容 你可以加上不同的选项 也就是说简单说 它是用来调整功能的 调整这个命令功能的 对 那么还有一个叫参数 对 就是命令操作的对象 你这个命令针对谁进行操作 对 它可能是一个用户 它可能是一个进程 可能是最常见的是一个文件 甚至是一个目录 都是可以的 对 都是可以的 所以呢 一个命令基本的格式 就包括了这样的三个部分 对 那就像我们这个事例里面一样 这个 RS 就是一个命令 这-LA就是这个命令 我们所采用的一个选项 -ETC这个目录 就是这条命令 所要操作的对象 就是它的参数 对 大家可能注意了 我们的选项和参数呢 是用中括号扩起来的 它的意思是可选 那也就是说 我们的命令啊 它不一定都要遵守这样的格式 有些命令 不加选项和参数 也能执行 比如说LS 待会我们可以看看 它什么都不跟 也能执行 那但是有些命令呢 选项或者是参数 不能省略 那也就是说 我们的命令呢 它不是说一定要严格遵守 这样的格式 我们甚至有一些命令 可能会需要多个选项 或者多个参数 才可以这种正确执行 那但是大多数的命令 都会遵守这样一个格式 这里大家可能还要注意一下 这个选项和参数这种翻译啊 可能很多资料里面都不太一样 有些这个资料里面 或者书里面 把选项叫参数 把后面的那个叫什么 我们就不说了 反正咱们在这套书里 或者在我们的这个视频教程里面 我们规定好 这个用杠减号来调用的这个执行 或者说分配功能功能 命令功能的这个内容 我们称作选项 后面的这个操作对象 我们称为参数 这是第一个 我们需要做了说明 第二个呢 我们有可能会有多个选项 比如说这条命令 杠L和杠A 两个选项 那这个时候呢 是可以把它放在一起来写 当然你要愿意 分开写也是可以的 杠L空格杠A 这写着有点累 还不如合并在一起了 都是可以了 它比较灵活 而且绝大多数的命令 它的选项的这个先后顺序 都是可以颠倒的 绝大多数 有些命令可能不行 对 个别的我们会在校场里面碰到的话 然后会特别提醒大家 对 那最后一个说明就是什么 我们的选项呢 是有简化选项和完整选项之分的 比如说杠A 它其实就是奥这个选项 A的意思就是奥 只是如果我要调用简化选项 Linux的习惯是用一个杠来调用 如果是完整选项呢 习惯于用两个连续的杠杠来调用 其实对我们来讲 我们用简化选项更方便 大家知道有完整选项这样一说 完整选项一般情况下 用两个简化来调用 这是我们做的说明 对 所以在我们学习命令的时候 先要了解一下基本的格式 然后开始我们命令的学习 首先我们先来看一下 在学命令之前 看一下我们这个幻灯片资料 提供给大家的这样的一个信息 那么我们要学这个命令叫RS 我们在幻灯片里面呈现了这个命令相关的几个部分的 这样的一个信息的解释 其中呢 比较重要的一个就是这个命令啊 英文的原意 在我们这一讲的命令相关的教学里面 我们能想到的命令原意 都会尽量给大家标注上面 为什么呢 方便大家记忆 如果你的英文比较好 你可能就好记 如果你的英文跟我一样烂 那我们就记简化选项 一样烂的话呢 正好通过学这条教程还能学英语了 这也是一个好处 比如说LS 你要直接记LS 这死经营币的话 好像有点太困难了 但是如果是呢 你知道它的英文原意 可能主要的对应的原意是list 就像咱们去英文餐馆 你说来个menu list 来个菜单 好像很高端 然后list里面的L和S 那么就代表了这个命令的一个基本的含义 对 所以你在学习的时候 就很容易通过这个 它对应的英文单词来联想记 它会非常的快 这是一种很好的学习方法 同时呢 我们也列出了这个命令所在的路径 在上一讲也提到过了 通过路径 你就能知道这个命令到底是哪些用户可以执行 是管理员执行的 还是所有用户都可以执行的 对 那么功能描述呢 就介绍了这个命令的作用 我们这里面也写了 LS命令 就是用来查看目录里面的文件信息的 对 那首先呢 我们先来看一下LS命令 最简单的一个用法的 我们直接呢 在命令行上敲 LS 这个时候呢 它就会列出 什么位置 这没写 没写这个参数 这个很多刚学的时候就 同学就很困惑 很多学员在这块比较迷茫 那什么参数不写 它指的是 我们操作的是当前所在位置 当前所在目录 那我们初始登录 没有去过其他的目录 那我们初始登录的位置 就应该是我的家目录 对ROOT用户来讲 就应该是跟下了ROOT这个目录 那这条命令 LS直接回车 它的作用就是 显示我当前目录下 大家可以看到 有这样三个文件 其实这三个文件 超额赞安装的时候 我们讲过了 这是三个安装日志 对吧 我们都已经说过了 那么这里面有一个问题就是呢 那这个目录下面 真的只有这三个文件吗 那是不是这里面 也有一个很基本的概念 我们要给大家介绍的 第一个选项就是 A 我们看一下 敲一个LS-A 这个当前目录下面 上面的文件 会有什么样的一个变化 对 它多了一些 多的这个是什么东西呢 沈潮老师 多出来这些文件 首先我们说-A 我们刚刚说过了 就是奥 显示所有的意思 那-A就是奥的意思 对 那多出来的这些文件呢 它是用点开头的 大家如果仔细去看 在Lins当中呢 比点开头的是隐藏文件 我们用-A 就可以非常方便的 看到这些隐藏文件 在教学的过程当中啊 我们不断的有学员可能问我 说 超哥 这样隐藏 还有什么意义吗 后来我就反问他 你觉得隐藏文件 有什么意义 他不假思索 告诉我 隐藏文件的目的是 为了把这个文件 藏起来 不让系统 不让别人可以找到 那我说 你理解错了 不光Linux 还是Windows 都可以非常方便的 查看到隐藏文件 Linux当中 用刚刚一就可以看到 Windows当中呢 在他的目录当中 在我们的这个目录当中 有一个工具 属性 点击属性 右键 点属性 就会有一个隐藏的选项 就可以把它设为隐藏 那如果想查看隐藏文件呢 在工具里面 会有文件夹选项 在这里就可以看到 可以选择 我是否需要显示这个隐藏文件 Windows一边是可以非常方便的显示隐藏文件 那为什么我们学员会有一个错误的概念 认为是隐藏文件就是为了让你找不到 那是因为我们现在很多病毒和木马 他习惯性的把自己变成隐藏文件 这样确实具备一定的欺骗性 给我们的学员带来了一定的这种 这种困惑或者说错误的理解 认为这个文件就应该是隐藏文件 就应该是目的是为了藏起来 其实我们说隐藏文件 他最开始的设计初衷 是为了告诉用户 这是一个系统文件 我们没有事情 或者说除非你确定需要操作它 否则你不要乱动它 就是这个目的 对 沈昌老师对隐藏文件非常有造诣 我以前一直以为就是 是要把东西藏起来让别人找不到 所以我在沈昌老师的电脑上 找他经常存放的小电影 总是找不到 他这个隐藏文件藏的非常的隐蔽 好吧 好 杠A可以用来查看 这个目录下面的所有文件 包括隐藏文件 那在Linux里面 一点开头的就是隐藏文件 这是很特别的一点 跟Windows很不一样 所以如果在Linux里面 你想把一个文件隐藏 那么你可能只有一种方法 把它改名 原来这个文件叫ABCD 你想把它隐藏 只能改成叫点ABCD 这是关于杠A这个选项 它可以查看到 这个目录下的隐藏文件 如果我们想查看的不是当前目录 那么你可以用个RS 指定任何一个目录来进行查询 查看一下跟目录下的文件 那么这是最简单的一个用法 大家可能也会发现 LS命令其实如果不加选项和参数 也能执行 那加了选项是用来调整功能的 加了目录 加了参数是用来调整 或者说指定我操作对象 对吧 这就是这条命令的作用 但这里面还有问题 这个文件显示出来以后 因为它一个是不有Windows那样的一个图标 然后一些信息显示 非常直观 咱们看到了这个文件 只能看到文件名 对也不知道这文件是多大 然后也不知道这文件 相应的属性 大家谁有什么权限的吧 都不清楚 这个都不清楚 所以我们这里面还要给大家再介绍第二个选项 叫LS-L 那么这里在讲这个内容之前 我们先给大家提示一下 因为刚才也说过了 我们在学习命令和选项的时候 记住这种联想的记忆方法 刚才讲的A就是out的意思 这个L其实在它官方的翻译里面很有意思 你可以认为对应的是长 长格式显示 长格式显示 对 所以你方便去记忆这是什么意思 长格式就是显示的信息比较多 很长 普通的LS只显示文件名 长格式多出来一些它的相关的属性 对 我们刚才看到 直接在当前目录下敲LS就列出了三个文件名 但是敲了LS-L以后 这三个文件名还是三个文件名 但是每个文件名显示的详细信息 都对应了这样的一行 那么我们看一下其中主要的需要大家掌握的部分 这里面分成了七个组成部分 我们先看一下比较简单的后六个部分 待会那个第一部分 这个我们后面详细来讲 第一部分这里面呢 我们后面详细再给大家做一个解释 我们先看一下这后六个部分里面的 第一个 这个一 这个一是很有趣 甚至是很有争议 这样的一个说辞很不同的这样的一个地方 沈昌老师 他是我们说 他是引用技术 代表这个文件曾经被调用或者引用过几次 这个引用技术呢 对文件和目录来讲呢 只在我们说硬链接 这是我们后面要介绍的一个重要的概念 只在这个地方才有作用 其实对我们普通用户来讲 或者我们绝大多数用户来讲 知道这个地方是一个技术就可以了 甚至不知道也问题不大 甚至不知道也问题不大 所以这个地方我们就不再详细来说了 对 那我们就大概理解一下 这是一个文件的引用技术 就可以了 那么 这第三个部分呢 是一个我们要讲的重点 那在Linix系统里面 他每个文件呢 就不管你系统里有多少个用户 那么他每个文件把用户就分成了三类 这三类也很好记 第一个呢 叫所有者 他在标记里面用U来表示 User 第二类呢 叫所处组 用G来表示 叫group 第三类呢 叫其他人 用O来表示 User 那么把用户就分成了这样的三类 那这个东西啊 可能不是特别好理解 那么我们沈超老师来给大家 能不能用一个比喻的方式 讲解一下这个事情呢 其实我们说 用户的所有者 所属组 其他人 指的是用户和文件之间的关系 也就是说 这个文件和那个用户 他们两个人之间有什么样的一些身份属性 那这个东西我们很好理解在哪 比如说明哥的电脑 那明哥是这台电脑的所有人 那明哥就是他的所属组 所有者 所有买的 我买的 我应有的 他买的这个权限或者说这个财产权属于明哥 所以呢 如果是一个文件来讲 谁创建了这个文件 默认情况下 谁创建了这个文件 谁就是他的所有者 当然所有者的身份是可以转变的 比如说我和明哥关系比较好 他可能会把他的这个笔记本赠送给我 或者卖给你 或者卖给你 比较抠啊 那这样的话 他的所有者就发生了转换 那这是所有者 一般情况下 所有者只能是一个用户 不能说他属于一大堆用户 那是咱们说真正的电脑 可能是大家可能合起来买 但是文件来讲 他只能是一个人创建 这是一个很重要的点 所有者只能有一个 所属组呢 所属组指的是一个用户 集合 那比如说多个用户 明哥这一台电脑 那他是他的这个电脑的所有者 那放到办公室呢 可能办公室有很多漂亮的小妹妹 明哥呢 为了讨好这些小姑娘呢 就说给他创建一个身份 你们也可以用我的电脑 但是这个电脑的所有者是我 但是你们是一个用户组 比如说你们是美女组 美女组可以使用我的电脑 那你就是我这些电脑的所属组 那剩下的这些人呢 比如说我既没有花钱买 也不是美女这个概念 那我就压根不能厚 那这个时候我就是其他人 那这就是所有者 又不是所属组组中的成员 而就是其他人 对其他的剩余的这部分用户 就是其他人 对吧 这就是我们说的这个用户 这个文件和用户之间的身份 就这三种关系 就这三种 对 那么我简单来总结一下 也就是说呢 如果我们创建了这个文件 对 那么我们就是这个文件的所有者 所有者 所有者只能有一个 但理论上来说 所有者的身份是可以变换的 对 那么比如说我现在再写一个脚本 写到一半 然后我需要出差 这个事情我进行不了了 那么我就把这个脚本的 编写的这样的一个工作 转给沈潮老师 那这个时候呢 是可以变更所有者的 但这个情况并不多 而且所有者再强调一遍 只能有一个 另外一个呢 就是所属组 也是只能有一个 定义了一组相同类型的用户 比如说 那么像刚才沈潮老师举的例子 我定义一组 这个组叫美女组 只有是美女的人 可以加入到这个组 只有是美女的人可以摸我 不不可以摸我的电脑 那么 你吵太多了 可以摸我的电脑 可以让授权相同类型的用户 有一组特殊的权限 对 那么这是叫所属组 那么如果你不是所有者 也不是所属组中的成员 这个就简单了 剩下的党派有一万个 一千个用户 都叫其他人 这些大老爷们都标上去 是吧 所以这是在零件个词里面 非常简单的一个用户的 针对文件的这样 对把用户分成了三类 对 那么大家现在看到的呢 这个我们高亮显示的 这个第三部分 就是这个文件的所有者 对 看到这个文件所有者 是root 第四部分呢 是这个文件的所属组 对 这个所属组的名称呢 也叫root 是root组 对 那也就是说 如果我把用户 其他的普通用户 加到了root组里 那虽然我不是root 我不是这个文件的所有者 但是因为我跟root 在一个组 那这个时候呢 我是他的所属组 对 比如说这个沈涛老师 如果也想 像这个美女组的成员一样 我不想 能够触摸我的电脑 好吧 那他可以戴个假发呀 画个这个 嘴上画个 涂个口红之类的 我以为你说 让我去太阳 他可以加入到这个组 那这也是一个更好的办法 那么我们接着看 第五个部分 第五个部分呢 这是文件的大小 哎呀 这个习惯使用Windows的人呢 看到这个就各种纠结了 他的默认单位是自己 非常的不知观 看起来我们还得自己计算 很不痛快 那这个有没有什么办法呢 沈涛老师 能让他显示的 让我们看起来更直观 我们还有一个选项呢 而而是支持杠H选项 H的意思是Human 人类 他的意思其实就是人性化显示 也就是说 该是K字节 用K字节显示 该是赵字节 用赵字节显示 该是什么 就用什么单位 这真是一个神奇的选项 而且呢 不光LS支持杠H选项 我们后面 绝大多数的统计 这个文件大小 或者分区大小的命令 我们后面和我讲 都支持杠H选项 这是一个通用选项 对 这是LS杠H选项 那么在这个命令演示里面 我们就可以把两个选项 合在一起 而且他的先后顺序也是无所谓的 对 那么这是第五个选项 第六个呢 是这个文件最后修改的时间 最后一次修改时间 如果没被修改过呢 对就是 相当于是创建时间的 不过大家在这里 可能需要注意一下 Windows当中确实没有创建时间 这个概念 不像Windows Windows明确的写了文件的创建时间 它有文件的访问时间 最后一次访问时间 文件的状态修改时间 文件的数据修改时间 这样三个时间 如果我这个文件创建完 从来没有改过 那就是它的创建时间 但是对于此来讲 没有创建时间这个概念 大家需要注意啊 对 那么第七个部分呢 这个就没什么好讲的 这是文件名 对 好 那么这是我们给大家介绍了一下 关于LS X-L显示的文件详细信息里面的后六个部分 分别是文件基数 所有者 所属组 文件大小 文件最后修改时间 以及文件名 那回过头来 我们看一下前面最复杂的 这十个字符 告诉了我们这个文件的哪些信息 嗯 我们看到啊 前面这里面有这样的十个字符 对 我们可以大的方面把它分成两个部分 对 第一个字符是第一部分 告诉我们是文件的类型 对 这里常见的就需要大家掌握三种 就这三种 对 其实就可以了 在上一讲里面呢 也给大家做了一个介绍 X-呢 就是表示是一个文件 它是一个普通文件 还有两个需要大家掌握的 我们来看一下演示 比较常见的呢 还有的呢 比如说我们看一下 根目录下面 这里面呢 有很多的一些目录 前面是以D开头的 Direct 对 Direct 代表它是目录 对 代表它是一个目录 对 还有一些很特别的 比如说我们看一个文件 这个文件更特别 它的第一个字符呢 是以L开头的 表示Link 是一个软链接 软链接 我们后面详细来 这个很有意思 为什么是软的 对 没有硬的 那么我们后面再看 好 但是这是最常见的 三种文件类型 如果是横杠 表示这是一个文件 如果是D 告诉我们这是一个目录 如果是L 这是一个软链接 最常见的三种 那这个Links当中 还有其他的文件类型吗 除了这三种之外呢 我们还有一些 不是太常见的 比如说字符设备文件 块设备文件 套接字文件 还有管道符文件 那归根结底 其实最常见的 就这三种 甚至的那些 都是系统特殊文件 不需要用户一般来做操作 大家可能会发现 我们这个文件类型 远要比Windows当中少 Windows当中是 没有一种软件 没有一个快软件 就有一种 是吧 那Links呢 在这一点上 可能稍微还简单一点 简约而不简单 好吧 好 那么我们再接下来看一下 后面的九个字符 前面呢 我们给大家讲了 文件呢 把用户分成了三类 所有者 所属组 其他人 分别用U G O 分别是 很简单 分别是RWX ReadWriteExecute 对 这个很好记忆 读嘛 Read 写呢 Write 这个最后这个X 其实大家也很熟 Execute Execute 那么大家使用Windows 竟然setup.exe 这个exe哪来的 就是执行这个英文单词 前三个字母 那么读写执行权限 这大家一听 好像就很容易理解 我有读的权限 我有写的权限 或者我能执行它 那么很容易理解 我们通过这样的一种 划分的方法 很容易可以看出来 比如说以这个 幻灯片中的权限 未来作为事例来讲解的话 也就是说 这个文件的所有者 有读和写的权限 对 有字母代表有权限 没有字母 用杠代表 代表这个用户 没有这个权限 那沈超老师 这里有一个很奇怪的问题 这个文件的所有者 他只有RW的权限 对 为什么他 他自己是所有者 他那个X权限也不具有呢 我们这么说 对文件来讲 执行权限 X权限 是它的最高权限 那我们一直在说 权限应该是够用就好 啥意思 我只要够使用 那我们就不应该给最大的权限 那一般来说 对文件来讲 读写就够了 执行权限 只有当我们需要让这个文件 可以运行的时候 对 它是个命令 而是个脚本 是个脚本 或者是个命令 才需要服用 如果它是个日志 实际上是没有必要的 对 那么这里面我们再往下看 这个所属组是只有毒的权限 对 只有一个R 血和知情的权限位 是换了两个小杠 其他人也是一样 没错 所以说如果我们按照 我们想查看的这个信息 比如说我们查看到 当前目录下的任何一个文件 那么我们就可以很容易的判断 比如说这第一个例子 这个是一个很典型的例子 这个文件就相当于 只有它的所有者 Root 对 就前面这三个字节 代表所有者的权限 Root 这个所有者有读写的权限 对 而所属组 这个权限位置空的 其他人也都是没有任何权限的 对 没错 我们就可以很容易的 通过这种方式来判断 系统中任何一个用户 对这个文件 它是否可以操作权限 对 是否可以操作 对 因为它要么就是这个文件的所有者 对 它拥有这个文件 要么呢 它可能是所属组中的一员 对 既不是所有者 又不是所属组中的成员 那就是其他人了 对 所以这是一个很简单的 一个权限的划分方法 对 但是另一个字权限 倒并不是只有这么简单 而且 我们在 也不是太好理解 对 不太好理解 然后后面 详细来讲 会专门有一张 有这样的一个章节 花很大的几个精力 给大家介绍一下 好 那么这是我们给大家介绍的 关于在 LS-L这个命令里面 呈现的信息 那么我们再把这个内容 简单的回顾一下 任何一个文件 我们会看到 这样的七个部分信息 首先呢 第一个部分告诉了 我们这个文件的 文件类型和它的权限 然后它的文件技术 它的文件所有者 它的文件所属组 它的文件大小 它的文件最后修改时间 以及文件名 对 这是我们这一节课的一个重点 因为它可以帮助我们查看到这个文件 基本的信息 没错 好 那么接下来呢 我们再来看一下有一个很简单的选项 叫杠地 这有什么作用呢 我们先来看个演示 比如说呀 现在我想看一下某一个目录的详细信息 想看它的税和属性 那么如果这样执行 一挥车 大家会发现显示一大堆 显示的是这个目录下的数据 而没有显示目录本身 对 它把目录下面每个文件信息都列出来了 但是其实并不是我们想看的 没错 那这事怎么办呢 这时候就需要加D D呢 就是Direct 目录的意思 它的作用就是显示当前目录本身 而不显示目录下的数据 这就是LS-D的选项 非常简单 而且-D呢 一般是跟-L 可能大多数时候一起来进行使用 对对对 那么这个时候就可以 只是针对某个目录 查看它的详细信息 而不看它的底下的数据 对 那么这里面呢 还有一个呢 给大家补充的选项 就是我们在前面课程里面 给大家介绍了一个概念 爱节点 这是一个可能大家学Windows的时候 用Windows的时候 没太接触过的东西 我们其实可以很好的理解 就是每个文件和目录 都有它自己的ID号 我们是靠这个索引号系统 不是我们 是系统靠这个索引号 来搜索和查询这个文件 那既然每个文件和每个目录 都有ID号 那我们总得知道 总得能查看它的ID号吧 那这个时候呢 就可以使用LS-I选项 I的意思是I know的 对对 I接点 这样我经常打个比方 就像身份账号一样 比如说呀 这个沈涛老师要是坐飞机 对 那么人家一看 哎呦 沈涛老师这个看着 好像不太像什么好人的 那么一般来讲啊 如果他说没带身份证 人家不会说让他报姓名 就算了 就说你得报出来 身份证号 因为叫醒超的人 可能会很多 对 这名字就像土豆一样 我们大街都是的 有可能 所以身份证号 就跟I接点 差不多 就是你每一个 这个文件的唯一标志 对 那在Linux里面 怎么能查到这个信息呢 我们可以用 rs-i这个选项 查询任何一个目标下面 或者对应的任何一个文件 它的一个 I接点 就会看到 对 那么I接点 后面还有什么用途 我们在这一讲 后面还会给大家做一些介绍 然后我们讲到的后面 是用到的时候 再来详细来说 好 那么我们这一讲呢 大概就给介绍 大家介绍这么多内容 好 我们简单总结一下 rs这个命令用的非常多 我们给大家介绍了五个选项 分别是第一个 -a 如果在查询目录下文件的时候 你想看看有没有隐藏文件 对 可以用-a这个选项 我们可以在查询文件的时候 获取详细信息 可以用-l 这个选项 长歌式显示 对 那么我们要想查询 某一个指定目录的详细信息 -d 可以增加一个-d 再有一个 这个是沈昌老师很喜欢的 非常人性化的一个选项 -h 那么最后一个呢 刚刚给大家介绍过的 -i这个选项 可以帮助你查询到 任何一个文件的 -i几点 好 那么本讲呢 就介绍这么多的内容 那感谢大家的收看 谢谢 如果你想和我交流 Linux学习的问题 可以登陆兄弟联官方论坛 你就可以找到我 如果你有任何疑问 如果你想获取 Linux的更多学习资料 请关注 新出Linux微信公布帐号 你就可以找到我们 请不吝点赞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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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